卧槽 嚣张的日本选手当面就给对手一个耳光 不仅没有停手还准备当场把对方KO 然而另一名日本选手看似友善握手 可是下一秒就把中国选手撂倒 准备当场按在地上暴走一番 不得不说这群家伙已经肆无忌惮地挑衅中国选手 这次来华踢馆的小日子名叫龚腾勇树 于是就开始蹬鼻子上脸的操作 我来中国打比赛就是让你们知道 中国选手根本不值一提 我会当场把你踩在脚下 来到中国打比赛还敢如此放肆 只能说嚣张真是太嚣张了 作为他的对手是有着死神之称的方便 在此之前他已经保持31场连胜 面对小日子的各种赛前挑衅 方便根本不做任何回应 因为在比赛中他会用拳头让对方彻底闭嘴 首先出场的就是小日子龚腾勇树 不难看出卖出的步伐也是极其自信 对于这场比赛他也是有着十足的把握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死神方便 身穿黑袍现身的他也意味着 在比赛中真正的死神即将降临 也要让小日子知道 中国拳坛不是什么牛鬼蛇神都能来的 第一回合悄无声息开打 红色拳套就是死神方便 蓝色拳套则是小日子龚腾勇树 很多拳迷可能不知道这是两人的二番战 早在三年前龚腾勇树曾被方便KO 这家伙回家后也是闭关修炼三年 这次来到中国势必要复仇成功 所以在赛前才会叫嚣得如此厉害 然而不管你怎么嘲讽挑衅 但在比赛中拳头是不会说假话的 而且比赛开局方便打的是顺风顺水 完全是追着小日子暴揍 反观小日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开局就呈现出完全被碾压的局势 方便的进攻咄咄逼人 反观小日子只能做出一副包夹防守姿态 根本不敢主动出击抡拳 看来他这三年的闭关修炼没白练 至少面对方便学会防守 但是方便可不会让着他手下留情 只会拿出全身力气来对付这家伙 要知道面对岛国选手时 中国勇士都会拼了命的跟你谈 完全不可能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 拳头能有多重就多重 因为在方便内心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KO眼前这家 我们不可能给对方便宜 没想到开局方便就牢牢掌握比赛节奏 面对龚腾勇术他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小日子只能被暴揍 然而有一说一这家伙经过三年的修炼 抗揍能力倒是他的拿手绝活 被方便重拳重腿招呼还能坚持比赛 看来他三年也没有白练 然而方便可不会等于三年 在此期间也是连胜拿下比赛胜利 按照目前方便的进攻节奏 那么终结比赛不用等太久 第一回合相信大家都能看出 小日子根本就不是方便的对手 方便是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 龚腾勇术在比赛中完全是被牵着鼻子走 方便的发挥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经过短暂的调整小日子 根本不敢主动出击 于是方便一发侧踹叫他做人 既然来到中国的地盘 就应该学会低调做人 连续的扫腿打的小日子 毫无任何还手之力 只能往后拉扯躲避 被打晕的小日子 还想依葫芦画条 学习方便的下劈腿 然而却被方便一秒就打回原形 随后的拳脚伺候 更是把对方围堵在角落里暴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赛进行到这里 完全成为方便个人的表演秀 而且已经连续击倒小日子数次 在方便面前 他根本没有进攻抡拳的机会 不难看出方便 已经拿到很大的点数优势 对于龚腾勇书来说 想要彻底翻盘 只能KO方便才行 显然这种场面 按照目前的比赛形式 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小日子 三年只学会如何抗揍 战术打法却没有一点掌劲 也不能说没有掌劲 只能说他毕竟面对的是方便 在《黄色徒》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黄色徒》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黄色徒》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数不清这是小日子第几次摔倒了 方便的接腿摔对于龚腾勇术来说 他狼狈不堪根本没有防守还击能力 然而有一说一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蛮顽强的 虽然被方便击倒数次 他却依然坚持继续比赛 比赛进行到这里 虽然方便还未能KO对手 但赢下这场比赛已经毫无悬念 不难看出龚腾勇术已是强女之末 虽然他咬牙坚持继续这场比赛 只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第二回合即将结束 小日子侥幸获得喘息调整的机会 来到最后一回合的较量 方便已经不想再和对方拖延下去 不料小日子还想做最后的殊死挣扎 方便一想到赛前他的嚣张模样 就加快进攻节奏来招呼眼前这家伙 没想到小日子前两回合被方便揍成猪头 在最后一回合还准备猛扑反击 显然这一切都是徒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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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方便一发侧踹出击 只见小日子倒地后当场来个下跪认亲 最终裁判宣布终结比赛 方便以TKO的方式拿下比赛 也是彻底打赴眼前这个家伙 以后也不敢再来中国嚣张 老铁们认为方便这场比赛打得怎么样 欢迎讨论留言弘扬中国力量